今天就是星期六 昨晚凌晨時分 有一位學生跟訊息給我 他跟我說 他說他現在上學很不開心 在學校有很大的壓力 被受欺凌 他說現在他回到學校 就好像每天都要提心跳膽 又怕被人打 又怕被人起底 其實這位學生哥 他只是一個 不參與罷課 還有 他沒有去示威遊行的學生哥 但是為什麼 他不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去 做事呢 為什麼他一定要參與 才可以免受欺凌呢 現在 他每天回去 經過同學群 那些同學就會說 狗來了 狗廢了沒有 吃了狗糧沒有 這類型的說話 甚至乎 再過分一點 他避起底 即使是他好 他爸爸好 他媽媽好 他女朋友好 全部都避起底 放在討論區 他跟我說 他很害怕 他不敢走出來說話 他不敢去找人幫忙 但是 在他不敢之前 原來是有個原因 早幾個星期 他寫過信給學校 他跟老師 反映過這個問題 老師要求他寫 寫一篇文給他 用文字交代 究竟現在他接受到什麼欺凌 和學校的環境 他做完之後 老師 學校校長 完全是沒有理會 他跟我說他很灰心 他以為 學校會幫到他平反這件事 他說 學校可能是怕 把事情鬧大 令到有很大的反抗 這是他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你身為學校 學校應不應該這麼政治化 第一 第二 現在給我的感覺 學校好像淪為了一個政治工具 這個政治工具 就是要來荼毒年青人 就是如果年青人不接受這個政治訴求 他們就要一起孤立他 他給壓力 這班 這班學生 一定要支持 他們的政治取態 為什麼會做到這樣 為什麼學校會淪為一個政治工具 在香港 其實學校 是讓你學習 學習知識的地方 是讓你試一下和別人交際的地方 是讓你和別人溝通的地方 是讓你學習紀律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偏偏現在的學校 就這麼政治化呢 這些學校 是不是我們真的想見到的 你是不是真的想讓你兒子去學政治呢 我希望大家家長 和避受欺凌的同學 儘管 message我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集齊 一班一起被欺凌的學生 進行一個反擊 我會找一些有份量的人 一起一起一起去抗議這件事 抗議政治帶入校園 抗議政治 凌駕於 學生應有的 職務 這件事我認為有意義 我亦都和我家人聊過 我太太啊 我爹地媽媽 他們亦都非常贊成 或者支持我做這件事 所以 我希望這麼多位家長 或者 學生哥 如果你們是有受同樣的 對待 在學校 是有被欺凌 有被起底 有被同學排斥 因為政見 儘管找一下我 我們想一下有什麼可以做 去改變回 這個環境 去令到你們真正想上學 真正想學習的學生 是有這個機會 今天想說這麼多 希望大家穩 我